產生一個事件 點下去之後的話 Listener接收到之後 那你就會後面有一個實作的方法 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呢你這邊的話SetOnClick Listener把它點兩下 那裡面的話需要New一個 我們這邊用匿名物件的方法 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 OnClick在哪裡 我們習慣是在 原件上面的名 原件上面 點 建立一個什麼呢 Set這邊後面 因為這個不會出現 Set後面的話呢 把它怎樣呢 Copy一下 就是 在Button上面建立一個Listener 它的Listener名稱叫做OnClickListener 那這個OnClickListener我要怎麼做 基本上 第一個 它一定有個參 因為它是一個 類別 這個類別是抽象類別 那這個類別的話 一定會小瓜糊 可以傳遞參數 但是我沒有傳遞參數 再來的話呢 要做什麼 一個大瓜糊 所以後面這個可能 這部分常用 我建議各位這部分 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就是在OnClick後面加一個New一個 就是 匿名物件的方式 在Button上面建一個OnClick 基本上就是這個名稱 然後呢 小瓜糊 大瓜糊 後瓜糊 分號 因為我們有大瓜糊 而且它是一個抽象類別 所以怎麼樣呢 必須要怎麼樣呢 有沒有 必須繼承 Obstray的方法 有沒有 因為它是一個 這個Listener 它是一個抽象類別 必須要 去實作 所以 游標放上去之後 有沒有 它會產生一個 新尊未實作的方法 就出來了 程式寫在綠色的地方上 也就是當我 按鈕被觸及的時候 它做什麼呢 改變這個 TestView TestView名稱叫做 T01 要改上面的文字很簡單 用什麼 用Set Set什麼 SetTest Test 有沒有 就有了嗎 因為 屬性有一個叫Test 那如果你要